哈囉 我是Waiya 今天要帶來蘭鐸 打野 然後蘭鐸我很久沒玩了 我真的很久沒玩了 因為我最近比較少在玩打野味 那這一場讓我選到 所以我的魔紋是 還是舊的之後復始 可以看到我們新的魔紋呢 我們是帶上這個 死亡俗咒 為什麼帶死亡俗咒呢 因為現在復活 沒有辦法那麼好復活了 就是 11分鐘過後就沒了 那 前面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保持好自己的好位置 那如果說你的隊友都是偏向於 就是你可能會有雙射手啊 其實蘭鐸就沒有那麼好發揮了 那奧義的話呢 我們是帶 暴怒精靈跟龍爪 你要帶暴怒刺殺跟龍爪也可以 像我這一場我帶的就是暴怒刺殺龍爪 然後背戰的部分呢 其實就不用多看了 風箭神弓嘛 然後鞋子就看你了 如果你要出攻速血是可以的 那在 聖劍跟這個 嗜血攻 這是一定的嘛 然後天叢雲之刃的話呢 也是可以出的 後面的話呢就是捏盤之刃加上 零雙寶珠加上死神鐮刀 三件套 那前期農野的話呢就是主要 按一次技能就 普攻一次 按一次技能普攻一次 所以 往前一技能 普攻 回升普攻 二技能 你可以連按 或者是你不要連按都可以 好 然後上了四等之後呢 前面 燕娜稍微蹲我們一下 我這邊是快轉的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好做的 就是我的隊友 往前不小心被抓到了 然後死掉 然後我回升之後呢 準備來吃這個冥林飛龍舒哈 吃完舒哈之後呢 應該是稍微的準備回藍區 喔 我這裡燕娜蹲了我一套喔 嗨 我是大絕把他推走 沒死 蘭鐸這角色很好秀 就是你肥起來之後就很好秀 因為這角色 那個 攻 攻擊的那個數值太高了 所以他目前的 目前技能 還有他普攻打出去給的係數太高 所以導致於蘭鐸只要一肥起來 就有點無敵的感覺 但是呢 只要是衝牌衝連角色 衝到蘭鐸身上的話呢 還是一樣通的 好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蘭鐸怎麼發揮 我們一樣順收完之後 然後我這場除了是攻入血 但是下路的安格列是直接凱瑞了一波 單殺了耶娜 順便稍微回生 抓準時機大絕推過去之後呢 加上1技能回生再一個1技能 不是再一個普攻 帶走這個希娜 希娜在使用大招的時候呢 他是減傷非常多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先回生之後呢 再去把他擊殺掉 然後回來之後一樣 再發育一下 希望這裡遇到薩尼往前 我們就稍微點他一下 不用害怕 因為納克羅斯有在地圖出現 我們一樣再點一次薩尼 點著他 有點受不太了的感覺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是拉威爾 所以你看這波兵 我是沒有先碰 我等一下我們的拉威爾到 如果說我今天的目標是想要攻這個防禦塔的話呢 我可能就會直接推兵了 因為我不想要讓卡芬妮親線 但是剛剛的話呢是 我沒有打算要推這座防禦塔 我只想要就是 往上路然後幫忙拉威爾 親線 然後吃魔龍 吃完魔龍之後呢 收我的藍區 我只想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就沒有把那波兵線給吃掉了 題外話好 昨天在直播的時候遇到一個 中路 我是覺得不太好 現在中路的話 基本上你如果選拉茲選圖倫 你前期你清中線的能力沒有到那麼快 再來你清中線的時候呢 很容易被 Poke 就是會被消耗到血量 這時候呢 你們家的輔助跟打野會來幫你清一波中線 但你家的打野如果幫你清一波中線之後呢 很簡單 你旁邊的這隻芭蕉猴 跟這一個紅buff 你就直接吸他經驗 但是你不要把他搶走 你可以在旁邊吸經驗 因為你吸這隻紅buff的 跟這隻小野怪的經驗的話呢 絕對不會虧啊 完全沒有讓你虧到 你懂意思嗎 我這邊 一技能大絕虧回去之後 將二技能往前跟上馬桑帶走 就是可以跟中路的一些玩家稍微 講一下 而且畢竟現在的比賽都這樣子打 最主要是為什麼 不要讓人家消耗 然後再來是為什麼 讓你整體的動線變快 中線先清完 打野會跟著 你可能中路跟著打野去吸 他的這個小野怪跟紅buff 那你變相的你也會幫他打 那這樣他吃野速度也會變快 那這邊納克羅斯莫名其妙 要在我面前揮了一個大招 所以我直接把他帶走 這個是S場的實戰 所以對面可能有點小失誤了 然後 你的輔助呢 清完中線之後 你的輔助就可以往魔龍路去靠了 那對方的打野可能還在準備收紅區的時候呢 你中線已經清完了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做法會比較多人做 因為比較好用 然後昨天遇到一個送頭仔 就是他中線 被輔助跟打野吃掉之後呢 他直接跑去 那個中路的防衛塔面前 直接自殺 厲害 題外話 稍微提一下 那如果你是打野的話呢 你就變相了你要去注意一下 你不要人家還沒到的時候你就吃喔 像我在玩的話呢 我可能第一波 第一波是 就是我們這邊的中路過來的時候呢 我可能會幫忙去協 協防的時候 然後會注意一下對方的中路是不是 來得及回來 你看這一波會在應該是沒問題 喔唷 哇這個圈圈神雷好痛喔 就是我會等 我會等說可能 看一下對方 我們家的中路 他有沒有要回來 因為有一些中路可能 去邊線上然後又遇到對方的中路 那這時候可能 他們都在那邊拉扯在打架的時候呢 我直接把中路兵線推過去 那這樣子對方的中路就會少吃幾隻兵 雖然我們家的中路是少了一波兵 但他可以在那一波打 打結束之後呢 往我的野區靠 直接去吸我的野區經濟 這個東西都是互相的 比較過分的就是可能 沒有等你 然後直接 就你可能已經在路上了 就可能你已經在河道了 然後你就 再插 越過這個草叢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達兵線的這個經驗跟金錢的 的範圍內的時候呢 你的隊友就直接給你 全部吃掉 哇 這個是罪幹的 好 你剛剛看到一個蝴蝶在天空飛呢 那是為了展示一下大招的特效 這個大招的特效是 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這裡一樣先快轉一下 因為沒有什麼好碰撞 因為我們是雙射手 那再來是我們輔助是克萊斯 但是我們又不是奪牌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大 什麼時候不開大 所以我還是一樣先以自己的經濟量為主 那你一般遇到的蘭鐸呢 基本上就是地圖上有什麼他就克什麼啦 這個如果我是五牌的話我也是這樣玩 那正常來說我 其實我是覺得 與其要玩成這樣子的話 除非我隊友真的很不會玩 像我這邊下路的安格列他從頭都開到尾 那我就不會想要去 偷他的錢 噢 變達克盯到了 我不敢 我不敢往前 這邊再往前一下 二技能馬上順發 一技能回升之後再把這個燕奈帶走 OK 燕奈被有騙到了 這是蘭鐸昌使用的小技巧 先假裝不飛 飛過去之後呢 馬上也給你一個連續按兩次二技能 再轉換一次位置 我這裡有四血弓喔 我先稍微往前好了 好 開下我四血弓 直接用點的就贏了 就是這麼霸道 哇 大卷沒推到 有點尷尬 太久沒玩蘭鐸 對不起 其實我剛剛如果再貼金一點的話 大卷應該是有機會可以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推到的 稍微再蹲一下這個 主要是要準備吃凱撒了 我現在時間點是可以吃凱撒的 所以往凱撒只靠 沒有問題 現在要等的就是納克羅斯跟葉納 納克羅斯跟葉納都還沒有露頭 喔 圖倫直接跑過去幫忙卡點 沒錯 哇 真不愧我中路一直沒有一直嗑他的兵 這個卡點卡的不錯 然後我再稍微加速一下 天空巨龍照在上路 然後準備來集結上半步 往前 看到納克羅斯 一個走位有點失 我先往前點 喔 他被騙到了 大卷推過去之後普攻帶走 一個卡牆尷尬 不錯 Nice 直接死去 再之後復死 我這個嗜血弓 太省了 客家人 不想開 可能是那天跟GHART出去之後 被他傳染了 喔 往前來救這個拉威爾 喔喔喔喔 四節弓開下去 喔喔卡芬尼四節弓也開下去 腰屎我這四節弓也太強了吧 哇我一個 一個尷尬 好 這邊直接快轉出來 剛那邊的話呢 我做的失誤就是 我的一技能沒有先選擇回升 那拉威爾已經被那個卡芬尼疊被動了 我還跑過去跟卡芬尼護A 我想要幫拉威爾報仇啊 結果沒想到那個 卡芬尼 超猛 一炮直接把我帶走 而且再加上我的大招沒有推到 而且 一技能回升的影子還沒結束的時候 我就放大招 所以代 代表什麼 代表我少一顆蝴蝶啊 如果是正常的情況下的話呢 我去打卡芬尼 那我每一個蝴蝶都有吃到的話呢 我是不一定會打出卡芬尼的 所以剛剛那個是急了 為了搶救隊友 然後一個不小心就失誤了 往前先帶走一個 金娜 金娜這個走位也是怪怪的 我想對面應該是99%吵架 99%一定吵架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暑假期間嘛 能不吵架真的是一件很難得 很難得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覺得你遇到那種沒有吵架的隊友 就算輸了 你就覺得他表現還不錯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找他雙牌 應該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 如果說你 想要語音的話呢 你也可以 可能 下一些實況主的群組啊 也不一定要加我的群組 因為我的群組的話呢 也是有一些人會玩的 而且 通常大家都是玩好玩的 這邊就是一個典型的蘭鐸技能啊 就是大局往後推 然後一技能往前點傷害之後呢 再回升過來準備點防禦塔 這個在APL 或是JN賽 都很多人用這個技巧 然後我們回升 回去 往下半 下半部再 喔唷 我的天 這個人怎麼這樣子一砲下去我直接殘血 那感覺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攻了 我讓一技能往前之後呢 回升回到大招 然後這邊納克羅斯想盯我 哇我復活起來 之後二技能拉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往後再黏打一技能往前 再點回升 好 先測一下 剛剛納克羅斯要挑我 所以我只能握往前了 往前反而那個納克羅斯還嚇了一跳 誒誒誒這個人在幹嘛 好來吃一下這個 生魔龍特的 吃完的話呢 再準備去吃那個 也不勝凱撒 這樣遊戲應該就可以結束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裡聘一下燈 跟隊友說一下 注意一下藍buff那個點 有可能裡面會有一隻葉娜 哎呀 裡面真的有一隻葉娜 還好是我的隊友過去幫我看了一下 直接制裁下去 納克羅斯還敢搶啊 大絕推過去 然後一個空推 很尷尬 沒關係 直接把他點死 太早了 我早了一秒 欸 這邊再一個卡牆 不錯 果然是很久沒有玩蘭鐸 真的是玩的有夠爛 然後這裡買了一個凌霜寶珠之後發現呢 欸不對 我好像 我好像出了四血弓 我買了凌霜寶珠幹嘛 那我就隨便塞一個颶風啦 直接來暴擊啦 回升 喔呦喂 哇 又是一炮 差點把我帶走 吸個血好了 OK 大絕往前一技能黏上去之後呢 四血弓 準備開下去二技能 回升 跟卡芬妮互點 哇 這卡芬妮真的有夠痛啊 他也是直接四血弓開下去之後 再切個大炮而已 那也沒辦法 這把有跟大家說蘭鐸大概要怎麼玩 然後會有哪些失誤點 分享給你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 這裡長大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